如果你不太清楚該怎麼做配色的話 你會在我們這邊 然後把它放在老師共享資料裡面 有一個叫做配色網站 那我裡面放兩個 我們先看後面這個 後面這個 那你到這個網站之後呢 你看喔 好,我們用翻譯一下好了 這樣我們比較容易看 好,你看 你要 它有特產的類型有沒有 你要比較飛行的 還是你要蹲殺的 OK 有沒有 它這邊就有 有沒有是顏色給你看 對不對 假設你喜歡哪一種 那你就點進去到裡面 假設你給它這一種 點進去 它就有告訴你這裡面的 顏色 這裡面的顏色大概有哪些 這樣 你在看的時候就 相對比較容易 比較容易去找到你要的 這個效果 那第二種的網站呢 這個 這個它就連那個 色調的顏色再告訴你 好,你去哪了之後 我們往下給喔 好 一樣 需要翻譯嗎 不用了嗎 直接看就好了 有沒有人已經看就看到了 對不對,就是說 這些顏色搭配起來 就是 在視覺效果上會比較 就是比較 口感性比較高一點 比較多有那個 有些人比較用那個吃彩的有沒有 彩虹的啊 有些彩虹的段號 顏色太多 不然就是說 暖色料跟暖色料 常常跳來跳去的 那你就比較難去搭配出你喜歡的顏色 那 假設你喜歡這個 點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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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它下面都有告訴你 這個元素 比如說 是指什麼元素 這個是網絡上元素 網絡上的元素 網絡上的元素 是16境內的 那你看到這個呢 其實沒有關係 你就眼下面區 放下來了 好 複製下來 那你知道剛剛這個文件怎麼樣 這樣子 你就 假設我的文具要打出剛剛那個原色的 好 點了一下 你記不記得我們上次講說那個 這個 要怎麼打 點左邊 右邊都有對不對 好 那假設我只是單純的一個原色 我點左邊就可以 有沒有一個玩具的原色 這個就是玩具 但是你前面那個品質要你不要翻掉 因為它那個是後面的六位數 有沒有看到進來的 目前的 新增的 確定 所以我的原色 這個原色 就會跟剛剛這個原色一模一樣 這樣有了解 所以這個是網路的那個 站感是十多近位的 來 從這個參卡看看 那這樣可能你在配色上 你就比較容易有那個方向感